花蓮玉璃地區有些稻田 已經感染到稻若病 葉面上形成 核色或是暗綠色的小斑點 當環境適合 冰斑更會逐漸 擴大成紡垂形 周圍呈黃色 中間赤核色 內部灰白色 受害嚴重的時 葉片會枯萎 甚至全株乾枯成稻燒狀 如果有感染稻稅 則會造成空包蛋 玉璃地區 已經產生稻若病感染的現象 農民也急著防治 在攝氏22度到30度 及高濕度的環境下 稻若病最容易發生 一起做的水稻 稻若病大多次發生在三月下旬 至五月上旬 尤其是四月上中旬 也就是清明節前後半個月內 最常發生 而稻若病的防治 是需要透過用藥 才有辦法有效的預防 或是治療 在玉璃鎮公所 就有針對稻若病防治 動植物防疫所 就有提供補助合格用藥 歡迎農民至公所選購 稻若病發病週期僅四到五天 所以容易在短時間內爆發病害 若未加以防範 可能造成大面積蔓延 公所建議防治稻若病 應該在風雨前後 採取適當的措施 藥劑防治也要依照植物保護手冊 推薦防治藥劑 才能保住稻若病的生長 記者法務花蓮玉璃採訪報導